41岁韩国女性贤素苑,与23岁中国网红陈华的恋情,已经被媒体报道了许多次了,当初在两人公布恋情时,虽然外界这惊奇卡剧,18岁的巨大的年龄差,到看到两人一直跟爱,大家便也从一开始,得不看好,到后来的默默送上祝福。 虽然外界对于两人的恋情开始看好,但对于南方的家庭来说,大18岁的儿媳确实有点难以接受,毕竟儿媳跟父母的年龄估计都差不多大了。 况且两人,又是跨国链,加上南方被报家底英时,是国内某一地经营农场事业的富豪。 因此,贤苏苑的中国公共,在得知两人将要结婚的消息时,就直接起到要断绝父子关系了,一边是家庭,一边是爱情,但成华为了爱情,还是愈然决然地跟贤苏苑举行了婚礼,并称断绝父子关系也要娶她。 就这样,这对张差18岁的母子恋生根发芽了,此后,两人还携手参加了韩国综艺节目,妻子的味道,在节目中各种秀恩外发疼的他们,前段时间还在节目的见证下怀孕了,真是献杀了许多观众,或许是见到两人的感情已经稳定,加上儿媳又还上了孩子。 因此,成华的爸爸,也就是选宿苑的公公,总算是接纳了这个41岁的儿媳妇,并称会从中国飞到韩国去看看小两口,在最新一期的妻子的味道中,贤宿苑的公公终于出场,不得不说,好就是好啊,成华的爸爸带着潮流的墨镜,脖子上的挂饰也,是非常醒目。 而看到公公的一刹那,贤宿苑也是张大了嘴惊喜的不得了,成华也是为这样和谐的场面而开心不已,胜利接到公公之后,贤宿苑一家人也是准备返回家中。 在这途中,贤宿苑提议去超市买点水果带回家,但到了水果店后,贤宿苑却开始犹豫买些什么水果比较好,这时,一旁好奇的公公大手一挥,表示都买一点吧。 最后在水果店消费了44.9万韩元约3000元左右,公公在水果店的随便一次消费,也让贤宿苑非常之惊,就连主持人们都震惊的说不出话了。 而更夸张的还在后面,在一行人回到家中后不久,陈华的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着两个人,贤宿苑则非常礼貌的叫着爸爸。 随后,陈华爸爸打开手提包,拿出一叠红包,表示自己没带什么礼物,就给儿子儿媳发点红包吧。 但陈华爸爸抽出第一个红包,说的第一句话,就让主持人们再次震惊了,陈华爸爸把红包递给儿媳嫌宿苑,并说,这个,是给你们买房子的,一个红包就能买吧? 看来红包里面包的是支票啊。公公的第二个红包,第二句话,同样让主持人们吃惊不已,公公递上第二个红包,这是给你们买车的。 虽然主持人和贤宿苑本人,对于公公的大手笔很震惊,但陈华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很夸张的神情,或许对于他来说,早就对爸爸这样挥霍已经见怪不怪了吧? 虽然不是很夸张,但陈华还是有着一丝笑意,毕竟父亲认可自己的儿媳,还愿意给这么多钱,肯定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场面了。 最后,陈华总共收到公公的五个大红包,分别是第一个买车,第二个买房,第三个给儿子,第四个给媳妇,第五个给未来的孙子,还有给未来孙子一个单独的项链。 不少网友看待悬俗远兽的公公团案,也相信小鸭口今后肯定可以一直幸福下去了。 对不起。 aslone